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变量与字符串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蟒蛇3 Python3最基础的概念 变量与字符串 马上看一下新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变量的定义 第二 字符串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该怎么做 看实战演习 我这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一起跑一下 上一期 我给您讲的是命令行模式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不再用那个模式了 咱们要编辑一个Python的文件 在里面敲上咱们自己的代码 然后运行看结果 那么我就先建一个test.happy 不是happy 是py Python 一般这个h5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爷叫happy Python 好咱们建一个test.python 扩展名是py的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咱们去试一下我的代码 咱们一点点考 先把上面数字变量部分考过来 好咱们准备运行 我把这个屏幕翻成这个左右两部分 稍等我调整一下 OK 是这样 大家看 我左边这个部分呢 是我操作这个Python的文件 右边呢 是我运行它的一个这个命令行的控制台 这两边 我也就是说我在左边敲代码 在右边咱们运行看结果 两边都能让您看到 这是我一个新的设想 咱们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好 咱们先看代码部分 我身边两个变量 A等于1至B等于2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打印出A加B 好咱们看结果 怎么做 咱们使用这个两个方法 第一 用Python空格 敲上咱们的test点 Py 没问题吧 能出来 但是呢 咱们记不记得 我给您装Python那集里面 咱们讲到 有一叫做PythonLauncher 这么一个命令 让咱们可以缩短这个命令行 怎么敲 Py 分分不要了 光Py就行 空格 然后test 一回撤 一样啊 所以以后咱们用Py 咱们用Py这个Launcher来做 OK 出来了吧 没问题吧 接下来咱们不光加 还有减 还有乘 还有除 咱们都试试效果 OK 看效果 右边运行 够 出来了吧 没问题 结果呢 也都对得上 好 那咱们再接下来 字符变量该怎么做 拷贝过来啊 咱们定义了两个字符串 马上试试结果 好 咱们试试结果 我生两个字符串 S1 S2 S1是Hello S2是Coma 我可以先打印出两个字符串相加 什么意思 拼在一块 对吧 Hello Coma 然后注意看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写法 什么写法 加抖号 然后呢 我分别指定上不同的参数 这两个输出有什么结果 马上看这个 有什么不同 马上看运行的例子 把它清除一下 好 试试啊 Go 注意看 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首先说 第一个 两个字符串相加 肯定是相加了嘛 大家请看 Hello 对吧 第二个字符串 Coma 所以说Hello Coma 没问题吧 选马你好 没问题吧 第二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写法 中间加个逗号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能够给我输出字符串 但是中间够加空格 让我非常好的区分每一个部分的内容 我在调试我的代码过程中 我非常喜欢这种写法 因为在这个Java脚本 JavaScript Note.js里面 也有同样的写法 对不对 所以我非常喜欢 您在调试代码时 我推荐您用这个写法 不用再加加加 很麻烦 这样写呢 相对比较简单 请您这个 记住 这个写法 可以加逗号 然后可以无限扩展 多次 都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写多次 都可以 I3没有了 这样都能够输出 这样对您这个调试 一些个程序的变量 是非常的有好处 OK 接下来 字符函数 该怎么做 拷贝过来 试一下 这里面 大家请看 我订阅一个message 一个字符串的变量 然后里面 大家请看 有大写是有小写 Helow全大写 Word全小写 那么怎么输出呢 大家看 首先 咱们输出message 没有问题 Heloword 可以吧 注意啊 我这Heloword 其实我知道 英文该怎么写 是两个L 对不对 我就写一个L 这是我一个小特色 但是这不对 是错别字 学英语的朋友 不要按照我这个孩子的拼法 其实这是两个L 好 善意的提醒 咱们看 我输出这个message 那就换句话说 我的内容会原封不断的输出 没有问题吧 然后 大家注意看 这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 我上去给你演示过 分别是 Title 首字母 大写 其他字母 小写 Upper 全大写 Lower 全小写 当然了 字符串的 这个变量类型 里面有很多的函数 具体都有哪些函数 我不可能说 是在这个课程中 都给您讲明白 不是 都给您讲全 明白 肯定是 我给您讲的函数 都会给您讲明白 但是讲不全 您应该去看它的官网 看看它有什么 一些默认函数 好 那咱们试下这个代码 的运行结果 Let's go 来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一个一个看 第一行 Hello 这是什么 原装输出吗 该大写 小写 该大写 大写 该小写 和我原封的字符串 是完全一样 接下来 Title输出 大家请看 两个单词 每个单词的首字母 大写 没有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Upper 全大写 和我原封的字符串是完全一样 Lower 全小写 当然了 字符串 切分 等等 好多牛毛的函数 你们去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 OK 咱们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就比较重要了 叫什么 转译字符 我以前跟您说过 咱们再继续看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个message 里面写了什么 I can 然后是python javascript 什么意思 就说我会python 而且我也会javascript 对不对 但注意看 这里面我包含了两个转译字符 第一-n 什么意思 回车 第二-t 什么意思 控一个tubway 没有问题 然后我这个做了两遍 这个出什么结果 看一下 一个回航 一个控一个tubway 马上试一下 好 运行一下 注意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这个感觉可读性非常好 我会 我会什么 一个回车 然后我首先会python 没问题吧 然后再也回车 然后再加一个typeway 我还会javascript 有朋友说 我还会 looby 该怎么敲 咱们接着敲 杠 n n 杠 t 然后 比如我再敲个looby 行不行 试下结果 go 一样嘛 对不对 这就是字符串的转译 明明是n 明明是t 为什么我加个反斜杠 就转译了呢 对 这就是 其实不光是在这个python 各种语言中都是一样 它都存在转移字符串 我上期跟您讲过 我这如果敲一个r 会怎么样 这个我先不给您敲了 这个我放到今后的话题去给您做吧 就说我在某种情况下 我不想要转移字符串的时候 该怎么做 这个是我今后给您说的话题吧 OK 再接下来 再下来 删除空白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在讲课过程中 因为如果我是拓展的太多的话 可能影响这个课的时间 所以我还是按照我的课件 尽量在短的时间内都传达给您 好 咱们看 今天咱们最后一个例子 删除空白 这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处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有一个message叫什么 叫做Curry is MVP 什么意思 我一般看NBA 库里是MVP 他不是 今年是哈登 大家注意看 我这字符串的前后 各有一个空白 空格 对不对 那么我把它输出 因为为了让您看得比较明显 所以我在前后 各加上一个竖线 这样您就能看到 哦 这有一个空白 能够看到吗 对不对 然后 我今天给您介绍三个函数 干什么用的 R strip 什么意思 去掉右边的空白 L strip 什么 去掉左边的空白 R什么 R什么意思 Right L呢 Left 然后我要想同时去掉左右的空白呢 就把这R跟这R都去掉 叫做什么 Strip 能够去掉同时去掉两边的空白 马上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我第一个输出是什么 是两边都有空白的时候 所以说大家请看 Curry 然后一的MVP 这是个空白吗 对吧 然后我第二行 是去掉了右空白 大家请看 Curry 这条有空白吧 这地方 你看 只有一个点 并没有 点后面并没有空白了 说什么 S strip 去掉了右边的空白 第三行 去掉左边的空白 大家请看 Curry的前面并没有空白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MVP点的后面 有了一个空白 没有问题 最后一行 两边都去空白 大家请看 Curry之前 没有空白 然后点之后 也没有空白 这就是简单的 删除空白 删除余白的写法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字符串 与变量的 简单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真的是太简单了吗 对不对 Python 您不觉得很简单吗 好 今天内容呢 我会放到 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 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